哈喽大家好,这一期视频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它 因为我就不想用文字的方式写下来 我也不想用音频 我就觉得大家还是要看到我的脸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老朋友啊 或者说比较关心我们的新朋友 应该能看出来过去两个月 我们的这个更新频率完全是不正常的 那最主要的原因其实 就是我们生了两次病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状态非常差 那我觉得就是我苦苦支撑了两个多月 熬到现在 我觉得总算到了一个 我好像恢复了一些的节点 所以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种我自己精神和身体 都摇摇欲坠的时间里面 有哪几个对我的精神状态 影响比较大的东西或者是时间点 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我在过去的两个多月 感受到的一个安慰作用特别深的一个时刻 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方式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这是我不常祭出的大杀气 只有在我非常摇摇欲坠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用的 就是在我发烧全身疼的这个睡不着的那天 那我请卡哥帮我艰难的找到了 环珠格一二部的OST合集 然后播给我听嘛 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有安慰作用的 我也确实在他的那种安慰作用里面最后就摇摇晃晃的睡着了 你这个安慰作用是因为童年回忆吗 对因为对于我来说每一次环珠格一二部的音乐一响 我就马上能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 就是那种很玄妙的感觉 这个时空就是因为我从小学的电视剧儿童嘛 而且我的童年跟少年时期 记忆里面最深刻 而且时间最长的画面就是 我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 那个音乐一响起就会把我带进自己的那种 完全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时间里面 那个世界是非常的孤独 安静 然后有一点点欲贴的 那个世界就是只有我和我的电视剧 而那个世界就是反复重播的环珠格格 重播对我来说不重要 那个音乐响起把我带入的都是 我还是几岁的那个时候 那个空间里面 就是那种非常静谧的空间里面 尤其是当那个第二部的音乐一响的时候 我就甚至还能回忆起 当年我在看这第二部的那段时间里面 某一天下雨的晚上 风吹动那个金属窗框的那个声音 那个时候还是老式的窗户 金属窗框的声音 以及雨飘进屋里面 然后那个凉风浮在你脚上的那种清凉感 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 很玄妙的状态 但是安慰作用很强 那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 我过去两个多月的某个瞬间 不是瞬间是一段时间 就是我在这两个多月 不是疯狂的看了网文吗 疯狂的看了小说 然后我就找到了一本小说 名字叫做人间无数雨打去 那这本小说是有穿越的元素 那他跟其他的网文最大的不同就是 他穿过去不是做人上人的 穿越真的是穿越到社会底层民众的身上 饱受这个社会动荡颠沛流离 和被欺压盘剥的苦 第二个就是借一只猴子的视角 描述了在封建社会里面 不管是处于这个社会顶层的名门千金 还是社会底层的特殊行业的女性从业者 她们同为女性不要看阶级差了这么多 但她的命运是同样的 在封建社会里面得到了同样的统一的悲惨 我不是在跟大家推荐这本小说 更准确的说我是觉得 如果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不要去看这本小说 是那种我虽然一直都知道 所有的穿越小说 他们都是粉红泡泡 因为他们穿的都是人上人 然后我自己虽然也经常念到 新百姓苦王百姓苦这句话 但是当作者真的把封建社会里 或者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 底层老百姓他们的生存之苦 一把子掀开 让你千毫必先的看见的时候 一股脑的摆到你面前来的时候 就那种冲击还是太大了 会冲击到我觉得 如果我在那个年代 我真的不知道日子怎么挨下去 我真的会觉得死是最轻松的 然后第二个非常强烈感受就是 感到非常的难过 这个难过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小说里面也非常详细的 描绘了几千年 无论是顶层的名门千金 还是底层的特殊行业 女性从业者 他们共同的命运 是谁都逃不开的 你作为女性的命运 而且你一看就知道它是真的 它不是你读的其他穿越小说 你读完了之后 你会知道那是想象 那是泡泡 然后这个就是完全的是真的 是发生在可能无数人身上的现实 因为本身我可能自己也在遭遇一些 身为这个性别 在现代社会仍然要遭遇的压力和痛苦 所以看的过程当中 就会让我心里面 就是我努力去控制的 一直以来我都在努力控制的 就是对我自己本身这个性别的厌烦 和对我自己保有升职功能的这种厌恶 就有点控制不住 就有点就是感觉要像困兽出笼一样 全部出来 这种愤怒心火烧的感觉 这是第二个特别强烈的感受 第三个特别强烈感受 就让我没有失去理智的呢 是他也写了一些 在清末明初的时候 对应到了真实的历史人物 写了那些女性是如何在 无望绝望的境地里面 仍然坚持战斗 还非常详细的写了 这个国家50年代初 是如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消灭了娼妓行业 你看到那里的时候 你会觉得还有一股小火苗被留住了 尤其是在消灭娼妓行业那个部分 我心里面就是一直就在想说 没有身体的自由 和谈真正的自由 没有不能被放弃的身体的自由 谈什么人人平等 而且我很不明白 就是为什么一个50年代初 国家付出了极大代价 去消灭的时代的糟粕 它会在今天死灰复燃呢 就是那种愤怒又出来了 那种新火烧的感觉 又会有一点 这就是第二个 让我的情绪影响比较大的 在过去两个多月 那第三个呢 就是来到了我煎熬了两个多月之后的 这个平静的节点了 那个节点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连续看了十多集 《猫飞上天》 然后我看里面的主角 陈江和和洛玉珠 他们只要是生意一天不停 他们的问题就一天不会停 我好像在那个节点 我就突然明白了 我的痛苦的其中一个很大的来源 就是我会 我会不自觉的想要去彻底的解决一个问题 就我会觉得说我跟父母的冲突是可以被一次性解决的 是我努力的去沟通了 我取得了他们的理解之后 他们以后都不会再用同样的这种愤怒 或者说同样的情感和道德绑架来 来向我施加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 那比如说事业的方面就是 我如果这一段时间里面把这个 我到底在做什么内容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然后我是不是在生产垃圾 我做的这个东西 大家为什么要来看 它有没有意义 我好像就觉得说 只要一段时间里面 我把这几个问题想清楚了 那一段时间 至少那一段时间 我就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但是《鸡毛飞上天》 他们在里面做生意 遇到困难解决问题 这些东西提醒了我 就是很多问题是没有办法被彻底的解决 是没有办法做一锤子买卖的 就举父母的这个例子来说 就是可能他们现在是逼婚 那可能之后就是一胎二胎 然后就是小孩的教育 然后再之后可能就是双方父母的养老 还有你婚姻合不和谐 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 就是你突然发现你的生活 它并不是一场考试 就是考完这个试卷就可以考下一课 它更像是打地鼠 你这个摁下去了 那个又起来了 对对对 就是这种按下红楼又起瓢的感觉 并且生活是没有那种 干净清爽的稳定可言的 就我以前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但是一个人明白一个道理 和你懂得这个道理 和你能把这个道理 刻进你的这个脑子里面 并且按照这个思维去执行 去完成生活这个过程 就你的知行合一 每一步都好难 我以前只是知道它 然后我现在是经过了过去的 可以说是一年 然后尤其是过去的两个多月 这种反复的煎熬 我觉得我好像终于 把生活不可能有这种平滑的 干净清爽的稳定态 刻进我的预期管理里面了 就我已经承认 生活就是一个四处漏风漏水的房子 对就是要不停的羞羞补补 你说这个就让我理解了 张爱玲那句特别有名 特别泛滥的那句话 生活就像一席华丽的袍子 里面爬满了丝子 你以为这个袍子就是终点了 你看到的就是终点了 但是其实它会不停的 要丝子往上爬 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 而且这些小问题 都是让你觉得特别烦恼 特别痛苦的东西 你看着就想踩死它 但是你踩不完的 我以前是 其实是没有接受这件事情 从心底里没有接受 就理智上你知道是这个道理 但是我从心底里面 没有把这个预期调整过来 对但我这一次就是 借由漫长的这个时间吧 我感觉我这一次 好像把它灌进去一点了 好把这种预期灌进去一点了 所以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过去的两个多月 非常混乱痛苦的时期 的一点感受 以及最后 我觉得好像阶段性的 让自己重新拿回 这个思考能力 和正常的情绪状态的 这种办法 所以重要的不是鸡毛 非常甜 重要的是这个 看法 看法的变化 就是知行合一 知行开始合一了 对 就是开始有这个合一的迹象 具体能不能做到 不知道 可能以后还会有别的 这种闲聊的视频 告诉大家 我到底有没有做到 或者有什么新的 命题出现 爱 好的 那以上就是本期散乱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 我都不好意思要点赞关注我 好吧 但就是如果大家有想跟我们交流的 也都可以 在所有里面找到我们的渠道 跟我们交流 我们都会都能看到 好 那就这样 爱你们用 对